张英兰回家也没吃饭 直接进房间关上门 开始哭泣 只听到门外的小生对他媳妇说 爸去了十多年 他也没走出来 媳妇说 让他哭会吧 妈可怜 小生他的口气说道 哎 只怪我爸对他太好 但凡有半点不好 我妈也不会这样 听到这里 张英兰哭得更伤心了 又过了两天 又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放得牛不见了 看见天还没怎么黑 壮着胆子到山上找牛 找着找着天不知不觉就黑了 突然看见一个黑影 从坟堆里站了起来 吓得没命的往家跑 他是个多嘴婆 第二天就满村嚷嚷开了 说看见的鬼 就跟刘德生生前一模一样 叫大家天黑 一定不要去山上 恶鬼会锁命 张英兰怒气冲冲地说他 你胡说 我家德生是世上最好的男人 就是变了鬼也是好鬼 多嘴婆低头说 但是好几个人都看见了呀 我也是会吓人的 我家德生要见也是见我 你们算什么 他本来想说什么东西 忽然觉得骂人不好 说道 妈 就突然杀住了 张英兰一路哭着小跑来到坟地 扑倒在坟堆上大哭 德生 人人都说看见你 你现在出来看看我呀 你走了十多年 丢下我一个人 你从来只对我好 这次为什么要这样狠心 让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忽然听见嘻嘻嘶嘶 张英兰站了起来 擦了眼泪 只看见后面的坟坑里 突然闪过一点火光 接着又出现一个人影 慢慢地浮现出来 天已经黑透了 张英兰只能看见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看身形真的像德生 张英兰大喊道 德生 是你吗 德生 那黑影一见有人 又立刻消失不见了 德生 你不想见我了吗 我是英兰啊 德生 我是英兰啊 这时张英兰的儿子小胜飞快地跑进山 看见母亲正站在一个坟边 一面哭一面喊着 德生 德生 张英兰看见儿子来了慌乱地说 小胜 我看见你爸了 他就在这里 他看见我躲起来了 小胜对着他妈大喊 妈 你不要疯魔了 张英兰忙争便说 是真的 我看见了 是你爸的身影 妈 我们回家吧 第二天的时候 小胜来到山林 根据他妈和他说的情况 他四周仔细地看了一圈 突然看见一个打火机在地上 沉默了一会儿 下山回家了